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就是 全額帶之後 叫醒你的是夢想 還是夢魘 在前陣子我在我的臉書 粉專上面有發一篇文章就是 關於我四到六月份 花費會很重然後的一些 有感而發 當時那篇文章引起許多朋友的回想 所以今天我就來拍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話題 反正呢每年的這個 四到六月份啊我的花費都會 相當的大因為小紅賴 是在四月份簽的 那小六仔呢則是五月底 掛牌的所以說 每年的這個時候啊除了 本來就有的這個稅金還有 所得稅之外呢就會有 這兩台車的這個保險到期 哇雨天騎車 真是熱血 因此啊每年的這個 四到六月份我大概都要準備個 六七萬來花吧 這兩年小紅賴跟小六仔 車齡還比較新的時候 花費更大 但是隨著車齡的增加 保費就會慢慢變低 所以這兩年來開銷就稍微 好那麼一點點了 今年大概就是六萬塊左右的這個開銷 那會想開這支影片呢 其實也不是說要勸勢 而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 個人的經驗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生活啊過得很不錯啊 或是說我的收入一定很高 或是認為我一定很有錢之類的 畢竟有一台 MAC4嘛然後又有一台 650R再一台T2 那一般的上班族 大家可能會很難想像說 為什麼你可以持有 這三台加起來 如果都是以新車價格來算的話 加起來總價破百的這個車子 其實我會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呢 並不是因為我賺了很多錢 而是我把儲蓄的時間給拉長了 這也是我那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說今天你跟我一樣 收入年鎖的可能不到一百萬 也可能不到八十萬 可能就是五十到七十萬的這個 年鎖的區間的話呢 你想要圓夢 但是你又有四輪的這個用車需求 但是你又想騎重機的話 那怎麼辦 那我覺得最好的辦法 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來講 最好的辦法 就是你慢個幾年買車 也許你是慢個幾年買汽車 也許你是慢個幾年買重機 都好 反正你就是慢個幾年買一個 你自己夢想的車輛 那在這個時間之中呢 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存錢 假設你一個月的收入是四萬塊好了 然後可能年終獎金有五萬塊好了 那這樣子你的年收 大概也是五十幾塊六十嘛 在這樣的一個年所得之下呢 你每個月可以提播出來存款的錢 假設我算個一萬塊好了 那這樣子一年呢 你也可以存個十二三萬不是問題 存了三年呢 你就有三十六七萬了 如果這中間你都沒有什麼意外開銷 像是什麼手機壞掉啊 電腦壞掉啊 或是說你家的什麼 屋頂在漏水之類的 如果沒有這些意外的開銷的話 我相信這個 一年存個十幾萬啊 並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那麼那個時候呢 我存錢的時候 其實中間我有心動一台冷錢 也差點就給它衝下去了 但是那時候甚至連銀行的這個貸款啊 都已經核貸 準備去撥款的時候呢 我就是跟銀行喊卡 原因很簡單就是我算一算 我發現如果真的用那時候 我是貸款48起吧 然後貸50萬 這樣子貸下去呢 然後我再去把這個冷錢二手塵買回來 做一些整理 比如說買原廠的側箱啊 把它的顏色稍微整理一下 這樣算一算呢 弄完在冷錢之後 我身邊會剩下來的預留金 緊急預備金 大概只剩下五萬塊左右 五萬塊呢是什麼概念 也許這台冷錢 不小心被人家碰了一下撞了一下 它的維修金額就超過這個價格了 就算你幫冷錢買了所有的保險好了 車子不用你擔心 但是如果說這個時候你生活上面 發生任何意外的話 你都是很難去承擔的 像是我買650R之後的隔年啊 我的206就因為車禍 然後需要救換型嘛 那如果說那個時候 我沒有多存一些錢的話呢 我可能連報廢救換又沒辦法做 可能就只能再去找一台 便宜的二手車來繼續代付這樣子 就沒辦法去換購 就是把206殘值最大化 去換購這一台Focus來開 所以說 在這之中呢 冷錢那個事情啊 我就是最後決定返回 然後把錢繼續留下來存 在這邊給大家一個觀念啊 全額代買車確實 不管你是現金買還是全額代買 都是要買這台車 都是要付這個車款 沒錯 但是呢 車子進來你家的那一刻 名字變成你的那一刻呢 你就要開始 負擔它的所有的支出 一切的支出都要負擔 也就是說你全額代好了 然後一個月假設 你要繳款的這個金額是1萬塊 好那除了這1萬塊之外呢 你可能還要負擔的就是 這台車它的油錢 它的稅金保險等等的 所以說 你在全額代之後啊 除了每個月固定要繳這1萬塊之外 你可能還會負擔車子的其他的花費 甚至 講個最基本最基本的 朋友說 恭喜你錢行車了 然後明天出來喝杯咖啡 我們出來騎一下車 看一下你的行車 這是很簡單 而且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嘛 所以說 你出去喝一杯咖啡 你車子有錢要怎麼算 一杯咖啡好歹你喝個7 7也要個五六十塊吧 所以你這樣子 一來一往算下來呢 你這台車可能 一出門一趟就要破百 就是一兩百塊兩三百塊 這樣子算的 而且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這個花費 不可能說你車子買來就是 推進車庫 然後車架 架起來電瓶拔掉當模型嘛 不可能 所以你在有 支出的同時呢 還有有額外的開銷進來了 因此啊 你用全額代買車 跟你用存錢買車 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在存錢的這個時候 你是沒有支出的 那沒有支出的話呢 你的這個存錢速度 就可以變得更快 如果說你在存錢的時候 就去全額代買車 然後你想說 我一邊全額代繳這個分期付款 然後一邊去存錢 每個月我就存個一萬五嘛 然後全額代可能就是 每個月繳一萬塊嘛 這樣子我還可以存五千來養車 太棒了 這樣子想呢 其實我覺得是大錯特錯 因為你太低估 車子的這個開銷了 其實 很多人都常會說 車子好不好癢 好不好癢 確實以現在的新車來講 問題都不大 而且有保固期在的話呢 你買新車保固期在的話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可是呢 你的車子總是要裝一些配件吧 你買汽車 你不會不貼格勒紙吧 你不會不裝行車記錄器吧 那你買重車 這個行車記錄器 保險這些都是基本的開銷 一定會花到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 又很多人會說 展大您的這個保險啊 幹嘛都買椅子險 這麼貴 我車子買秉飾 買第三則 車碰車 就是陪對方第三則這樣子 保費都沒這麼高啊 我的這個重機 保險費才六千塊而已 你一定是被騙了 買貴了 買椅子險幹嘛 在這邊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另外的觀念啦 就是 今天如果這台車你沒有一個自信 就是它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的時候 你都修得起的話 那就只能轉嫁給保險來修 以60R哥之前的這個事情來講啊 它的車倒下去 整個左半邊都有傷 那那個時候它的車提前出險的金額 跟原廠報價看一下 我大概是記得是五萬多塊錢 反正就是那一次倒車啊 修到好就是花了五萬多塊 那它的隔年保險費 大概才漲了三千塊左右 所以說 你用三千塊來換五萬塊的維修 划不划算 太划算了 而且 繳到現在 三年多啊 六年阿哥 它的保險費都還沒繳到五萬塊 因此乙士險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 對我來講啊 還是很必要 因為我真的 也很倒楣 騎在路上 有事沒事就會被三寶撞到 或是說在買得來處的時候 被後車不小心分心 鋼了一下 這都是我自己個人親身經歷 所以保險的部分我不想省 但是如果你是小資族的話 你覺得啊 我的這個用車需求比較單純啊 我的人品很好等等的 當然買秉氏車碰車 或是買第三責任險 也是一個選項 只要你有足夠的這個風險轉嫁 我覺得都是好的 因為 乙士險它的差別在於說 它會賠你的智狀嘛 還有翻覆傾倒 重車 像小六仔停在停車格 如果被人家撞倒的話 翻覆傾倒 它也有賠嘛 就算找不到對方 找不到兇手 也是可以賠的嘛 但是秉氏險就不一樣 秉氏險的話 你的車一定是車碰車嘛 你如果無法證明對方是車子 碰到你的車 而且是知道對方是誰的話 秉氏險它也可能不賠你 而且秉氏險 在你撞到像是 現在路上常見的電動自行車 或是腳踏車的時候 它也是不賠的 因為這個東西它沒車牌 它就不算是一台車 因此我還是選擇 保障比較全面的秉氏險 來幫我分攤掉這個 風險跟這個轉價 那扣除掉保險之外 每年的稅金啊 大概也是一萬出頭 所以你把保險稅金這些 都算入你的這個收入 一個月假設四萬塊好了 你每個月呢 大概就是要撥個五六千塊來存 那以你的月收入四萬塊來講 你每個月要撥五六千塊存錢 給這個車子每年的花費 那你的這個收入啊 就只剩三萬五左右嘛 那你剩三萬五的話 你可能在外面租房子 你要繳房租 房租現在桃園的房租啊 一個月 你找便宜的套房也要六七千吧 而且這套房 通常還是沒有付車位的 如果說你要找有付車位的套房 那可能七八千或是上萬塊都有可能的 所以在這樣算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你每個月只剩兩萬多塊可以用了 然後呢 你可能還要繳你的電話費嘛 這一定要繳的 電話費 網路費 水電費這些 繳一繳之後 你就會發現哇 你剩下的錢其實不多耶 在扣掉你跟朋友出去逛街喝咖啡 或是你的生活娛樂開交 就算你都說啊 我都不出去沒有消遣娛樂 我就是平常吃飯好了 你買菜自己煮總是也要錢吧 買食材來料理也是要錢吧 也是要瓦斯費嘛 這些算一算 一個月給他算個兩千塊好了 很省了吧 一個月吃飯吃兩千塊 或三千塊好了 那你這樣子算完之後 你一個月還剩多少錢 以一個月收入四萬塊的小資族來講 這樣子算完之後啊 你一個月大概就是剩下 一萬多或是兩萬出頭的這個錢 可以來存或是可以來用 那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又來個這個什麼全額帶的話 就是除了這些開銷站 你又來個全額帶的話 你一個月真的剩不到幾千塊可以花 這中間啊 就像我說 如果你的手機又壞掉 你的平板又不小心掉到地上 螢幕破掉要修 這些花費啊 你算一算弄一弄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時候好像這個月卡住 轉不過來 錢周轉不過來 還要跟你媽媽借 跟你爸爸借 跟你朋友借 周轉一下下個月 才有辦法cover回來 這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啊 如果說你的講法是說 我一邊全額帶一邊存錢的話 你就可能會面臨這個情況 那如果說你跟我一樣 就是選擇多存一點 假設我存到個五十萬好了 我存了五十萬 我買一台60R 那我用貸款去買 假設我貸款貸個三十萬好了 我自備款十萬塊 我貸款貸三十萬 分個三十六期 每期呢 假設也是 九千塊或一萬塊好了 但是你繳的時候啊 你背後是有足夠的這個 存款是支應你的 這個生活上的突發開銷 哪怕今天你是 這個代步車 白牌可能像我的T2 不小心被 被人家撞到 要修幾萬塊 這些都有一個 這個預算來可以 支應 就不會說 突然之間你就沒有錢了 所以在這邊啊 最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全額帶買車 不是不用存款 不是不用錢 也不是不用還 而且相對的 你要還的這個錢 是更多的 因為通常全額帶讓你買車 銀行不是吃素的 它銀行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讓你不拿一毛錢 就買一台車 那銀行除了你車子 這個動產設定之外啊 就是要靠利息 來做一個風險的轉價 而且呢 銀行也是靠這個利息 來賺錢的 所以通常你用全額帶買車啊 銀行都會跟你綁約 綁約就是說 你可能一定要繳滿24期 繳滿12期之後 你才可以把這個貸款給長清掉 在這之前你去長清貸款 你可是要付違約金的 因為銀行呢 就是要跟你講 我就是要收到24個月的利息 我才有賺投 我要賺到你24個月的利息呢 我才可以 讓你這個貸款節清掉 因此你用全額帶買車呢 會有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你的 利息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綁約的時間 可能也會比較長一點 這個呢都是 銀行當初在貸款 或是車店在幫你弄貸款的時候 不會跟你講的事情 他們只會跟你講說 你這車子 車款看起來很貴 雖然說一台車60幾萬 聽起來很貴 但是我幫你用這個貸款方案 強力過鍵 而且現在還有這個商盤族方案 你用這個72期啊 你每個月只要繳8500或是9000塊 哇你就可以買到一台R1 或是去買一台RSV4的二手車 甚至是全新的這個600cc仿晒 都可以買得起 我幫你辦這個方案 非常的簡單 你每個月就只要拿這個單子 去超商繳費就好了 非常方便 很多人這樣聽一聽就覺得 哇便宜買了 然後可能他自己身邊的存款啊 也不多 他甚至可能還要每個月支印一些 家裡的生活開銷 幫忙付家裡的生活費等等的 結果戴下去之後才發現 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這麼簡單 錢越繳越少 存款越繳越少 到最後呢 他就發現完蛋了 他的存款已經沒了 而且呢 車子的帳單又來了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很尷尬很尷尬的局面了 那就是你的車子 可能要被銀行拿去拍賣了 因此啊在這邊呢 身邊我自己身邊有很多這種 血淋淋的案例 或是說買車之後發現 超出他負擔範圍的這個案例啊 出現之後再加上每個月每年啦 每年都要繳這六七萬塊真的是 想到就頭皮巴麻 因此才有感而發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這個自身經歷 我也年輕過 我也很想就是衝動買車過 因為以前啊有時候騎著T2出去 雖然T2是還很棒的車子 但是有時候出去一些7啊 就是車隊常會拒絕7啊 或是車友常跑路線 看到那些紅牌 看到那些自己也喜歡的車子 當然也是會很心動很想買 那麼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就是會很想給他衝一波 那如果這個時候 又有人一直跟你講說 哇你一定可以啦 你這個條件買車絕對沒問題啦 你這樣子辦這貸款就可以買的話 真的你會有時候啊 就是一個腦波弱就給他買下去了 可是那些人往往不會跟你講的就是 你後續要負擔的是什麼 還有你後續呢要面對的是什麼東西 這也會造成說很多人 他們在誤判情勢之下 頭就洗下去了 到最後要拔出來呢 還很難拔 因為你貸款 就是你貸款沒有繳到期數 你就要解約的話 你要付違約金嘛 那再來就是 你的這個車子買下去 你一定會繳一些稅金歸費嘛 等於說不管怎麼樣啦 你頭都洗下去 如果你要拔出來的話 至少也是虧好幾萬 那很多人就是會硬著頭皮 繼續把這個頭給洗完啦 有些人洗不完的話 就只好中間付違約金賣車了 這都是非常不好的結果 OK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